要相信台灣有保護自己的能力 以及保護自己的必要 理念相同 我們在一起 我覺得才有這樣子的合作的價值 那如果投降主義的 我就覺得不必了 不必了 你剛剛在節目上有提到 馬政府時期的國防戰力 是等於弱化台灣的國防 你跟余靖聊過之後 你覺得未來有沒有機會 邀請馬前總統來你的後遁計畫 我覺得參與我們後遁計畫的 要相信台灣有保護自己的能力 以及保護自己的必要 理念相同 我們在一起 我覺得才有這樣子的合作的價值 那如果投降主義的 我就覺得不必了 但重點還是我們 其實昨天的對話讓我們看到 其實不管我們的家庭背景 文化背景 有許多的人是在乎台灣的安全 也相信 雖然中國的勢力強大 可是我們是有能力保護自己的 國防是有結套的 那只是重點在於 我們要不要去改善我們 既有的制度 我們能不能讓我們的訓練 更有意義 更有價值 更有幫助 那我知道過去幾個月 越來越多的人 開始關心我們的兵役制度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那這也是我們推動 這方面的政策改革的一個機會 我覺得這樣的聲音很可惜 我不想要那麼的悲觀 但是我知道這樣的聲音 在我們的民主社會 一定持續會有 那我們的責任就是 把正確的資訊 正確的知識傳遞出去 然後我們來推動 有建設性的政策 你剛剛講到 有許多國民黨的人 包括現任的立法委員 覺得說台灣沒有救 因此主張投降主義 但是其實他們用的是比較 專業的術語 他們說中戰指導 中戰指導 一般人聽起來好像有道理 但是我們經過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必須彌補 我們必須改善 我們現在資訊不對等的問題 一旦社會大眾知道 中戰指導就是投降策略的 那我們現在 我們就聽到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就不再講這四個字了 那這是我們要持續不斷努力的 正確的國防觀念 以及投降的觀念 我們在海報下 我們在海報下 那裡面 有幾個字 我們在海報下 有很多的 反應 有很多根據 那些人 我將知道